大家好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 我是童文勋 这几天头条新闻涵盖了很多的范围 从国际的政治 科技 还有国际关系 都有涉及 那其实更多的是战争相关的问题 像乌克兰 像以色列 中东的问题 还有韩国 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概念 然后今天主要我们还是来谈 卡马拉 他选情到底变化如何 跟川普的选情的变化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看时间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在下一集再来处理 国际政治的动向跟军事的动向 主要是看南韩 南韩的军队宣布进入战备的状态 而且传闻说 中共呢 事实上朝着中国跟朝鲜的边境在运兵 那与此同时呢 乌克兰有望加入欧盟跟北约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那乌克兰决心要加入欧盟跟北约啊 显然是他对于跟俄罗斯的这场战役呢 他有相当的把握 当然与此同时俄罗斯跟北航加强了这个合作的关系 以及中共在台湾 就是在台湾的周围啊 做这个军演 而且举行了一场非常罕见的军事会议啊 引发很多人的讨论 包括习近平为什么没有参加这一次的会议 以及美国 这个对于直接向俄罗斯出售武器的中国公司 其实就是大疆 讲的应该就是无人机的部分 美国对他直接实施经济制裁 国际间最关注的其实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他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战国 因为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尔被证实身亡 那可是同时呢 欧盟多国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活动呢 希望能够避开 就是保障联合国在离南的这个维和部队的安全 那你就离开嘛 可是又不离开 所以这个部分的冲突还是在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CN对卡马拉的选情的预判 昨天事实上在纽约举行的这一场Alfred Smith这个晚宴 这个晚宴呢 事实上是一个美国政治的一种仪式了 已经举行了非常久的这场仪式 已经几十年了 然后通常是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党两大党的总统候选人 最后一次同台的活动 就是选前最后一次同台 那这个是由天主教红衣主教举办的活动 那通常就是两党的候选人就在这场晚宴吃饭嘛 然后又面对的是纽约这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又主要是天主教徒 那可能是他们的金主啊 那过去当然可能各自支持可能是民主党 可能是共和党 可是自从民主党转向 在堕胎的这个问题上面 尤其是在柯林顿之后 在堕胎的问题上面呢 那跟天主教徒事实上有一些冲突 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举办 那这场举办呢在2024年只有共和党的川普参加 卡玛拉呢选择放弃 因为他在堕胎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太过鲜明了 他怕他到场的时候得到虚声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他只有预录了一段影片播放 那就整个都变成是川普的主场 川普就非常的直接了当的说 天主教徒应该要投给他 好那在这场晚宴的时候川普就开玩笑 他说我以前不太喜欢拜登 可是现在呢我有一点喜欢他了 那台下就哈哈大笑 这个算是一种隔空窜震嘛 我相信拜登有收到讯号 因为有擅长口语的这种教授 发现说拜登跟欧巴马 他在前天参加一场告别式的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对话 这个对话很明显的拜登在说啊 他不如我这么强 他不如我 那讲的他是谁呢 当然是卡马拉嘛 那欧巴马就说啊是啊 然后接着他们讲一些话 就是没有办法判读 可是有一句就非常明显 欧巴马说我们应该要常常碰面 因为很多事情要处理嘛 要选前剩下几天啦 我们应该要常常碰面 那其实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拜登跟欧巴马 他们都是选举的高手 他们都预判卡马拉输了 而卡马拉呢却在同一个时间 他的一场浮尸的专访 这场专访瞧了很久 然后已经约好的时间 那一刀不剪哦 约好的时间 他又迟到 所以实际上反弹的时间很短 没有跟他之前承诺的这个时间 没有那么长 那这场专访已经变成另外一场灾难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场专访了 我觉得看完这场专访之后 我的感觉是 卡马拉的精神状况已经有点不太对了 就是他情绪已经很难控制了 然后他有点得到一种叫做川普歇斯底里正后群 就只要讲到川普 可是他又很想要讲到川普 所有事情都是川普的错 那讲到川普的时候 他就情绪高涨 那这个呢 就被另外一个服施的这个主持人说 这个有点像是 好像是X 对于你的前任的这种抱怨 就是有点些是底脸的这种反应 被问到说 为什么像现在边境警察 讲到边境的问题的时候 卡马拉就说 川普啊因为川普一直都在竞选啊 其实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川普出来竞选公职 跟你边境的问题 你造成这么多非法移民 在美国内地流窜 还有这么多的刑事案件 跟川普什么关系 你执政啊 你对于你执政的犯下错误 就应该要自己承担嘛 不管是道歉也好 不管是承担 我们确实有犯错 没有人不会犯错 但是你唯一的答案 不管问到什么 唯一的答案都是 都是川普的错 这个看不出来你的担当 今天选总统就要选择一个 有肩膀的领导人嘛 他完全没有展现出这样的一个风范 所以他事实上是在吃民主党的老本 所以民主党的基本谈可能在今年会破底 我们就看选举的结果很快就会看到 那被问到说边境警察为什么全部都来支持川普呢 你说都是川普的错 那为什么边境警察直接说他们全部都支持川普 那卡马拉的回答竟然是 我知道啊 因为他们觉得很疲倦 然后很沮丧啊 他们需要支持啊 那你现在是执政者 你不知道他们的沮丧 跟他们的痛苦吗 他们很劳累 你都知道 而且你也知道他们需要支持 support 那你为什么不支持呢 那这个时候他又把责任推到国会去了 都是国会的错 都是因为川普不支持我们所推出来的法案 所以共和党就反对了 所以这种吐槽 这种情绪 这种歇斯底底症候群 其实看得出来卡马拉选到最后已经不稳重了 他已经不平静了 然后他的表情 他的语调 他的反应其实跟希拉蕾越来越像 就像是一个愤怒的女人 这个对他的选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然后在此同时 CNN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开始准备跳船 那之前其实CNN已经开始跳船了 可是这一次呢 CNN呢就直接 应该就是让他的选民啊 做好心理准备 大家应该要开始 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CNN大部分是 准备的观众嘛 民主党的观众比较多 There is a question here on the screen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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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hat is with all of this bedwetting among Democrats maybe it's an eternal problem but let's take a look here These are of course the Great Lake battleground states the states we've been focusing in on if Kamala Harris wins these three she most likely gets to 270 electoral votes take a look three weeks ago Harris was ahead by two in Pennsylvania two in Wisconsin three in Michigan Look at where we are today the race is even tighter even tighter than it was Today it's a one point advantage in Pennsylvania one in Wisconsin one in Michigan Look that's limited movement but in a year in which this race has been so static we're talking one point movement one point movement two point movements and we see movements in all three this is the type of thing that at least in the public polling makes Democrats worry and I think that the public polling in this case is reflected in some of that internal polling some of that reporting that suggests that these Great Lake battleground states have certainly tightened a lot where at this point they are way too close to call it is what you call a trend it is a trend when you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over several states when you compare this to to four years ago what does it look like yeah so let's take a look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 average across these three states right Michigan Pennsylvania Wisconsin an average on October 11th what do you see well if you look eight years ago Hillary Clinton was way out in front in an average of these three she was up by eight you go four years ago Joe Biden was up by an average of seven points across these three Great Lake battleground states you come today it's just a one point advantage for Kamala Harris across these three Great Lakebattleground states so Kamala Harris at least in the polling is doing considerably worse than Biden or Clinton and of course Clinton lost in all three of these states and Joe Biden barely won in all three of these states so when you see Harris up by just a point across these three I think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type of thing that gets democrats really to worry John because the simple fact is Kamala Harris is doing considerably worse than either Biden or Clinton was that this number what you start hoping for is somehow that the polls are actually right this time are right this time and doing a better time and that's a little bit of a thin read to base your hope on there may be some other reasons in general why democrats are more worried yeah so I think it just comes down to the fact that democrats are more worried about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than trump supporters are about a Kamala Harris presidency so angry if the opposing candidate wins 52% of Harris voters say they'd be angry if Donald Trump won versus just 42% of Trump voters who say they'd be angry if Kamala Harris wans so I think this is more of a bigger larger picture it's not just that the polls are tightening I think it's just that democrats john are more worried in general about a Donald Trump presidency than the reverse in this particular situation Harrietto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my friend have a great weekend you as well okay 我先CNN分析 这个趋势是说 这个民主党人呢 为什么这么焦虑 那你说其实一直都有 很焦虑啊 可是这段时间特别焦虑 为什么这么焦虑 其实就是跟他们 选举的趋势有关 好CNN怎么解读 Kamala的选情呢 他就从现在 民主党的支持者 非常的焦虑 而且不是普通的焦虑 尤其是这三个礼拜 以来的变化 导致民主党人 集体焦虑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显然他这个报导 是为了要解决 民主党人的焦虑 支持者的焦虑 所以他找了 他们另外一个 当家主播 专门在解读 这个选举的选盘 这个整个趋势 那他就特别举了这个 在摇摆州 三个关键的摇摆州 现在就是宾州 威斯康辛州 密西根州 那三个礼拜前呢 卡玛拉是以分别以 两个百分点 两个百分点 三个百分点的 这样一个优势 赢过川普 但接着他会讲 所以这个其实不算赢 就是三个礼拜前 卡玛拉就已经输了 这场选举了 可是现在更惨 是亲民主党的民调公司 比较左派的这些媒体 所做出来的民调呢 在这三个关键摇摆州 卡玛拉只剩下一%的这个胜率 那他接下来又讲 说如果我们要怎么样看 这个比例呢 应该要去看 过去两场选举 希拉蕊或是拜登 他赢过川普多少 然后才可以在 这几个关键的摇摆州 真的赢过川普 因为川普的支持者 往往这个比例 就是民调调不出来 所以最后像比如说 柯林顿希拉蕊 他赢了八个百分比 或是拜登在这几个摇摆州 赢了七个百分比 最后真正赢呢 非常的微小 所以至少要扣掉 至少你真的要稳赢的话 要在这几个关键摇摆州 可能都要赢5%以上 却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民调 只有一% 那事实上早就输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可以判读的 那我相信所有民主党支持者 都可以判读 共和党支持者也可以判读 希拉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有点又打了卡马拉一耙 就是我们总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主持人自己也不希望 在开票那一天情绪很低落 然后哭泣 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吧 我们现在就开始有心理的准备 然后不要到时候 大家都这个储求相对 非常的痛苦 在2016年 他们已经尝过一次这种滋味了 所以现在其实 川普的整个支持度 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是强过他在2016年的情况 也比他在2020年的情况强 这个应该就是整个美国国内的情形 以及国际的现在的局势 造成的交叉的效应 所以川普的选举的这个势就整个上来了 这个势不可挡 所以CN这集报道其实就是在说 卡马拉拜拜 提早跟他说再见吧 我们下一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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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